同学问了几个问题,顺便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物件导向的一些细节部分 我一直强调就是Java这个整个是一个大的韩式库 但是韩式库它的名称叫做套件 或者叫做就是一个大的套件 这个套件底下会有一个子套件 就UT的这个套件 套件底下又有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刚刚有同学问到这个类别 那宣告的方式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的基本,比如说我们基本的流程是会有这个类别 然后后面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这个叫物件的名称 那也就是说这个类别有点像是 你还没有真的产生一个实体 物件才是一个实体 就有点像是举个例子 有点像是你今天要买一个 比如说买一个东西好了 对,买一个车子好了 那车子也许是在 类别它是还没有真的真实存在的 也许是在DM里面 这个是一个DM 我知道说有这家汽车它在卖这个车 那我真的买回来的话 实际上怎么样 就是要你去买的买回来之后呢 取一个名字吧 这个名字 这一台车叫什么名字 那个名字你可以自己取 比如说当然不要叫小黄 或者叫什么什么名称 叫取一个名字给他 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定义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team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name的一个路 就是你要取什么名称都会固定 然后呢 后面的话通常会new new的这个动作呢 就是在记忆体上要配置 那配置后面呢 就是配置一个空间 存放这个类别 然后面一定会加上小刮壶 那这个小刮壶呢 理论上有可能里面没有东西 也有可能有东西 那有东西的话呢 通常是就是 这个刮壶里面就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 传递过去 就会被这个类别里面 有个所谓的建构值 它会接收到 那如果说没有建构 没有建构值就不需要去传递参数 如果有传递参数 建构值就接收 那建构值后面我们会再讲 有关物件导向的开发 后面还会再提到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我们就是 意思就是把这个类别实体化的过程 所以以后你们要慢慢习惯 这个东西的写法 以后无论在其他地方 我们Java enjoy JSP 或者是什么 反正都是类似的方式 那里面的话 因为这个是JJM Pen 我们是 这个就有scan 后面就有什么 传递一个 传递的话 就是传递一个system in 那in的话通常是 它里面是讲的是一个input 就一个串流 实际上指的是键盘的动作 从键盘动作里面去找到 我们要的这个值 那这边的话 这个地方宣告 然后这边有random 那另外的话 可能同学比较 那因为你实体化之后 你才有办法做后面 因为你实体化之后 你才可以使用里面的方法 如果你是个类别的话 那就不能够 不能够用里面的方法 所以这边的话 通常你实体化之后 后面方法 然后利用这个方法 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基本上 然后 不过有一些像system 你会发现 奇怪老师 为什么system 它没有input 主要原因 我有讲过 因为这个java.lag 这个部分 它不需要宣告 它不需要input 所以就直接可以拿来用 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 我想大体上 应该会是这些 那有些小地方 可能你慢慢不太习惯 它这样的撰写方法 不过就是真的要时间适应 因为尤其有些同学 也不是非本歌系的 也不是之前 也不是写程式 所以这部分真的要需要时间 假如说你觉得 这个部分真的对你很陌生 陌生程度很高的话 那就表示说 你要比别人花更多时间 也就是你回去真的要重新再练过 或者是说同样的sample 你要再把它做修改 反正你就是run 一定要比别人多 那如果你觉得比较OK 因为没有关系 你可以再把我们书上的这部分 里面的 我们这本书 这么厚一本 里面也有提供sample 所以请各位 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一般的书籍里面有的章节 这个应该都有 那所以基本上如果讲起来的话 我们第一章第二章 其实基本上都有已经 我们已经基本上已经 今天大概是讲到 如果算一下来的话 基本上我们已经把这一本书的第四章 大概都讲完了 里面有没有 四章 然后 所以再来 所以一下子讲到第四章了 一下子讲 但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细节部分 没有讲得特别细的话 那我想各位可以花一点时间在做阅读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 对于这个交法语言的掌握 物件导向的掌握 那后面的章节我会陆陆续续跟各位做说明 因为这本书其实里面还蛮丰富的 里面甚至讲到16章后面有那个 像swing的部分的设计 所以我们这边也有提到有关那个 视窗程式设计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 把后面的部分 再了解 里面有一些sample 这一题的话我想各位就是 第一个可以用scanner 不过你会发现scanner 跟那个system out部分 它都是在主控台上面做 console部分做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觉 不是那么的便利 所以你们可以再把它改成 所谓的Jr-champan 那这个Jr-champan的话是隶属于 swing的这个套件里面 其实也是用到的是后面 我们在第15章GUI设计里面的那个swing套件 所以各位如果对那个swing套件有兴趣多了解的话 其实也不妨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是把原来scan的部分变成这个show input dialog去取代 反正主要我们就是把一些外部的user传给我们东西 把它读取到之后再秀出来 这个部分我想大概跟各位做个补充 我给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刚刚说的 就是说 查比如说你比如觉得这个很 这个system奇怪它怎么这么特殊 为什么它不需要宣告 别人都要宣告 就好像说 别人进出都要通行证 奇怪它就是完全不需要通行证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游标移到这里我讲过就是你可以找到这个lag 那这个lag就是点击之后的话它会跳到这个套件 这个套件如果你要了解更多的话讲过这边点下去之后它就跳出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几个就是它的class的summer 有没有 它的清单在这里 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像是string有没有 像是system有没有 像是mass这边也有 还有其他啦就这些啦 所以如果说 将来你看到这些的话 这些人这些就是 不需要再宣告 不需要宣告 OK 基本上大概是lag 还有 我想如果之后有遇到的话我们再来看 大概是从这个地方可以做查询 好吧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 习惯性阅读 Java提供的那个 算是Duck 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因为里面基本上都查得到 那 cinq日子 我们说我 没有 没 那 对 有没有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